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血与火的洗礼 仍然心绿的生命 这就是方李邦琴女士生命的写照 美国杂志称她为钢铁木兰花 人民日报说 她的一生是从骄傲的孔雀 到无怨无悔的母鸡 再到高瞻远竹的老鹰 美国总统老布什曾经为方李邦琴未出版的传记写序说 美国是移民的乐园 方李邦琴的故事就是这个乐园中的一章 美国一位教授说 方李邦琴是仍然在世的 唯一拥有两份百年报纸的人 方李邦琴是美籍华裔的杰出代表 著名侨领 在美国商界 政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她还是北京大学名誉校董 武汉大学名誉教授 美国十万强计划发起人之一 及方李邦琴基金会董事长 54年来 她不停地工作付出 不求自己的回报 她一生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在追求生命的意义 和为更多人谋福利 她多年的付出 受到了中美政府和各界人士的肯定和奖励 旧金山市长布朗宣布 2000年9月18日为方李邦琴纪念日 Florence Fund Day 北京大学为她颁发110周年杰出教育贡献奖 2007年她获得世界日报社区英雄奖 2001年被旧金山妇女选票联盟选为可做总统的女人 方李邦琴女士对中华民族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 为促进中美交流 促进中国和平统一不遗余力 2000年在旧金山发起成立了北加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她认为海外华人要为中国和平统一摇旗呐喊 2006年方李邦琴亲自带领湾区游子银合唱团到中国大陆及台湾巡回演唱 唱出海外游子对祖国的眷恋 2009年她支持和谐之声艺术团到维也纳金色大厅唱响黄河大合唱 向世界发出中华民族对日本侵略的怒吼 我想怎么样使这个报纸盈利那也是我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打入最基层社会 基层社会什么就是主妇 方李邦琴是美国著名的英文传媒大亨 方氏报业掌门人 在她的旗下除了房地产 印刷业 贸易公司之外 还主办了多个英文媒体 亚洲人周刊Asian Week独立报报系Independent 40多年前方李邦琴和她的夫婿方大川认为 在一个英语的社会中 中文报纸永远无法成为主流的声音 1979年8月 亚洲人周刊在旧金山诞生 1993年方家又一举收购了原在芝加哥论坛报业集团名下的 中半岛地区覆盖19个城市的11种英文报纸 发展成为在主流有相当影响的庞大报系 2000年 方李邦琴任董事长的范亚集团 又收购了美国旧金山两大英文报业之一 具有135年历史的美国旧金山观察家报 San Francisco Examiner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主流日报 100多年来这家英文大报的第一个女性华人董事长 这件事成为震动美国及全球新闻界的特大新闻 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说 观察家报一个世纪前 威廉·鲁道夫·赫斯特曾在其报纸上刊登文章 来抵御亚洲的移民潮并称之为黄霍 而135年之后 一位美籍华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方氏家族正驾驭着一个日益繁荣的商业集团 华尔街日报又说 方氏家族的兴起成为了幕后的推手 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媒体都转载了这一消息 这一天 方李邦琴的胸前 佩戴着一串英形的项链 这一图案正是赫世报业 135年来不变的标志 而她的主人 却从此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 长有英文主流媒体的东方女性 她拥有的11家英文报纸 发行量超过600万份 成为全美发行量最大的非日报报系 方李邦琴本人就是一个活着的历史 她也是唯一一个现今还活着的 拥有两家百年中文报纸的人 她是孙中山在美国宣扬革命时 于1910年创办中国少年晨报的拥有者 也是1909年 梁启超倡导民主立宪保皇党的报纸 即当时的世界日报拥有者 这个大楼的落成 对我个人来说 就是我毕生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的一点贡献 也是我毕生推动中国文化到世界的一个愿望 也是我从小就想做北大人的一个梦想 方李邦琴女士多年来为支持教育 推动中美关系 保护发掘历史不遗余力 2006年 方李邦琴捐资300万美元 支持加州伯克利分校的东亚图书馆建设 和东亚研究 同年4月4日深沉之日 将方氏家族拥有的 具有150年历史的旧金山观察家报档案 捐给了伯克利加大班克洛夫特图书馆 档案资料包括500万件的手稿 底片 照片和报道资料 记载了上个世纪旧金山湾区的发展史 是该校图书馆获得的最大一笔单项私人捐赠 现在 在伯克来加大查找观察家报的资料 要先输入方氏家族 此报纸本身是美国赫氏家族创办 而今天 却要以一个华裔的名字来搜索 见证了从黄祸到中国兴起走过的百年变迁 同时方李邦琴女士还捐款给武汉大学 武汉歌剧舞剧院 以及其他很多的教育机构 方李邦琴为推广华文教育 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8年 在北京大学110年校庆仪式上 他捐赠了1600万人民币 用于对外汉语学院大楼的建设 他获得北京大学110周年 杰出教育贡献奖 并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校董 同时把对外汉语学院大楼 命名为方李邦琴大楼 从前张之洞创办武汉大学前身 语言学堂 是以中国学习世界语言为宗旨 而北大对外汉语学院的目的是 教世界学汉语 从当年中国学习世界语言 到今天世界学习中文 方李邦琴大楼 印证了中国的崛起 2013年10月16日 北京大学方李邦琴楼 举行落成典礼 当红色的漫步 渐渐落下的时候 方李邦琴仿佛看到 望出大楼的窗口 看到的是世界 踏入大楼的门口 走向的是全球 中国人也好 华侨也好 我们和国家的新王 命运是一致的 就像孙宗三 他的革命的目的 就是统一中国 振兴中华 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方李邦琴编写了 孙中山与少年中国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2年6月 新书首发式在北大举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 王明舟表示 孙中山与少年中国 将北美发行的少年中国晨报 世界日报等百年老报的大量第一手资料 系统的整理挖掘 展示了孙中山先生光辉的历程 再现了辛亥革命 血与火的实景 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独特的历史价值 方李邦琴女士还出版了两本精装英文版 以图片呈现抗日史诗图志 并买下已经出版的中文版 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版权 并一成英文出版 著名作家巴金近百岁时 与方李邦琴在杭州见面 看到这本书 巴金老泪纵横 两手发抖 并亲笔题字 不让历史重演 我对美国人是这样介绍中国 我说中国第一个是 非常有感情的一个国家 你们对我们好 我们永久记得 我们是记得谁是朋友 谁是不是朋友的一个国家 同时中国是一个正在成长的一个国家 我们已经渐渐就要越来越强大的一个国家 所以你们对我们 如果友好的话 我们将来我们会记得你 如果是你们现在 如果组织我们的成长 你是组织不了的 我们中国一直要成长下去 要成长最大的一个巨人 方李邦琴女士 在提升华人在美国的地位 对美国社会的繁荣进步 对促进中美友好关系等方面 均做出了巨大贡献 1991年 方李邦琴作为旧金山的代表之一 前往白宫参加全国政治领袖会议 当时美国朝野正在辩论 是否给中国最惠国待遇 方李邦琴主张把政治和经济分开 并带去了几千位商人的签名支持 会议中 不时总统与方李邦琴同时步入舞台 总统不时对记者们说 我很高兴地介绍给你们 他是我的好朋友 刚从旧金山来 方李邦琴还代表亚裔 向日本天皇递交抗议书 1994年6月22日 在旧金山市长 宴请日皇的晚宴上 唯一受到邀请的华裔方李邦琴 受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的委托 将一份中英文的抗议书 当面交给了名人天皇 2008年 奥巴马总统访问中国 和胡锦涛主席 共同发布了十万强计划 该计划是为了在未来数年内 招揽十万名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 2010年 中美政府签订了十万强计划双边协议 方李邦琴女士 是中美十万强计划的 两个发起人之一 2013年 他的方式基金和美国福特基金 各捐款一百万美元作为种子基金 成立了十万强基金会 支持该计划 他希望让全世界学中文 让世界了解中国 让中文成为一个世界的语言 他相信 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是国与国关系发展的 永恒动力和广泛基础 他不久前在白宫的演讲时说 我生在中国的生产 在台湾上 和美国的生产 所以我认为自己是美国的生产 和中国的生产 我爱这两个国家的爱情 方理邦秦虽然外表文雅谦弱 但他的内心却是一只锐利强悍的山鹰 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远的境界 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奋力的飞翔 这其中也经历过 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和打击 失去丈夫 爱子 被人批评误解 甚至被威胁恐吓 但他却越战越勇 到底是什么 支撑着他无比坚强的内心 是信仰的力量 方理邦秦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常说 我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 但我知道谁牵我手 方理邦秦的座右铭是 人要有爱心 虽然你的爱心 可能换来的是冷漠 你还是要有爱心 人要奉献 就算你的奉献换来的可能是批评 你还是要奉献 人要成功 尽管你的成功可能换来的是忌妒 可是你还是要成功 当你宽恕一个人的时候 是从你内心宽恕他 不是从言语 你从言语的宽恕 你的表情 你总有人还是会感觉到 你不是真的 宽恕一种 那要体会 方理邦秦凭着坚定的信仰 坚强的意志 对中华民族和美国人民的热爱 一刻不停地奔忙着 2014年3月24日 方理邦秦陪同美国第一夫人 米歇尔奥巴马到北京大学演讲 又同中国国家副主席刘延东会面 共同探讨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 4月4日 在方理邦秦生日那一天 美国国会一致通过将方理邦秦生平 放入美国国会的记录中 是一个荣誉的生日礼物 同样也在他生日当天 旧金山市议会宣布第一个 以亚裔命名的花园 方理邦秦亚裔社区花园 这是美国第一座 以亚裔命名的花园 2014年5月 为响应中国开发长江流域黄金地带的愿景 方理邦秦与李嘉诚 马卫华等企业家 共同在武汉 他的家乡 创立了长江国际商会 致力于将长江流域黄金带 推向国际市场 在2014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77周年当天 方理邦秦亦然宣布 将自己位于旧金山中国城黄金地段的楼宇 作为海外第一座抗日战争纪念馆 他发起一人一员 拒沙城管的号召 引起全美及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热烈反响 也引起了日本方面的高度关注 甚至有日本极端分子 破坏捐款网站 威胁恐吓 然而这一切不能阻挡方理邦秦的脚步 他日以继夜地奔走准备 预计抗日战争纪念馆将在2015年8月15日 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开幕 有一颗体秦如太阳般大小的明星 在宇宙间履行了80年 在2014年4月4日 方理邦秦生日这天 它的光终于到达了地球 因而这颗星被命名为方理邦秦之星 这颗星在宇宙间行走了80年 才光照地球 正如方理邦秦的人生轨迹 从孔雀到母鸡 再到山鹰 方理邦秦飞越太平洋 从白宫到中南海 她的一生都在为中美友好 无私奉献 持之以恒 高速运行 发光发热 照亮人群 许多事 明天将领导 许多事 难以明亮 但我自主将 我明天 她必要 令我向前 许多事 明天掌领导 许多事